有人也想问一下车股是$900,$600 它$121有货,$500股,走不走呢? 暂时可以先拿着,当然有些钱赚着 而且如果你是这几天赚着,算赚着很漂亮 一来赚着$9,二来一、二一都是过几天的低位附近 算是骂着一些上升贵的低位附近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定着短一点的指站来看上去 譬如最接近的10天线是$128 如果不是想长期持久的 $128这些位置穿回来才吃这$7 如果不是就却持着它,反而上升了小 再看多次就大概$84以上的位置 如果能够冲穿,其实值得再推高些 因为很明显看图,一破位就继续延续上升贵 所以我认为128到84是现在的上行位 如果上面破道再推高会更好 但小鹏始终看的东西比较简单 虽然他暂时还没赚钱 或者竞争也不是少 里面需要充斥力 可能蔚来理想或者后院没有上市 拿渣、零跑这些竞争是大的 但起码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单约 例如交付量是超过1万部流上 反应属于正面 认为规模效应不差 而小鹏暂时也能够做到 虽然他这一转没有新车出 对比未来理想两者也有发布会 但以他本身的车销售不是差 我觉得暂时走势较弱 但两个前景不是特别负面 当然在新车销售中最好或者是理想的 但小鹏也不是差的选择 但如果说两只加一只 我会选择这一只 甚至乎价位 刚才提到128楼下的这位置 可以去吸收 但要等下 始终义由低位 78元上来也不是少的幅度 之前142楼下跌差不多一倍 所以我认为等他回回多 慢慢去买会更好一些 是